当退潮的时候,你才知道谁在拿泳,股市就涨海水,总有潮涨潮退的时候,潮涨时,人人均很轻易赚钱,有些人甚至心口挂着勇志,只要够胆追,也没有太理会风险,皆可以赚到钱,就算一时买贵了,不幸地碰上了调整,有时只要挨一会移家。 又可作回家乡,甚至升得更高,这样能够赚钱,只因当时还在潮涨,并非因为策略得宜,可是不少人因为被这种市况重惯,以为这种炒法没有问题。 但当潮一退,财事见真章的时候,不者自从毕业后开始炒股都有17年,自从2009年参加炒伦比赛后,转行加入证券行业已有一二年,虽未是最资深的一批。 但也有一定的古灵,经历过不少的股市起伏,每一次都是淘汰的机制,总会有人输大钱,被抬出场,这么多年来,在股场认识了不少朋友。 有些人明明可能之前还在股市很活跃,但过一阵子,又好象不见中影了,不者于2008年金融海啸时,也曾经大输过。 2007年史往时以为自己赚了一桶金,便当自己很厉害,越买越大,一边死抓棋子,另一边又学人炒楼,但当时月薪只有13000元。 结果潮一退,不但书光赚回来的利润,还欠下债务,过着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。 当然,不者就是因为有这一个经历,深知书大钱的那种痛,更不想看到人大书。 所以见不者经常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,就是希望引领读者在星市坐大浪之余,在跌市也能安然离场。 不知不觉,恒生指数自今年初高位都下跌了7000点。 而更夸张的,是有不少中概股,皆由高位跌了八成或九成。 最近不者看到个别有一,两个学生,竟然手上持有由高位跌下来的鞋货,甚至是恒大系的股份,跌幅已超过九成。 得之后,不者也相当惊吓,因为不是已教他们只减强势股。 不减弱势股的吗?不者不是也教过要严手指舍吗?为何可以容许自己有如此大的损失? 当然,很多人起初买股票的时候,并不知道会跌这么多。 只是一心见跌了下来,觉得便宜想博反弹,结果短炒变长渣,再加上输了又不舍得止舍。 自己骗自己以为一日不沽,便有机会坐回家乡。 而没有想过再跌的话,会再输几多,因而导致这么大的捐失? 或许有些人看得这类,已急不及待要说放弃港股罢,好象输大钱的人。 只因买的是港股,如果买的是美股,便不会有这个问题。 真的是这样吗?当然港股有港股弱的原因。 不者也叫独者可转至美股市场也叫了一年多。 就算最近港股不断下沉,美股总算在靠近高位水平。 读者觉得没有问题,只因在过去一段日子还在潮障期。 但是否代表美股永远潮障,要知道输大钱的人。 最初总觉得股价不会跌那么多。 所以,问题不在于哪边还没有退潮。 而是读者到底有没有着泳裤? 无论读者持货的是哪些股票,认为跌幅怎样有限都好。 读者能百分之一百肯定真的跌幅有限,看法总会有错,能在市场上确保不会大输的。 就是无时无刻街做好风险管理和严手指舍。 这个无论不者跟读者说了多少片, 均要肯执行才会有用。 就是这里的反应市场, 但是 novel经理的反应市场保重任者会当然了解了语问题。 之间,第一时间看法与挑战一件事的不同的 brings商务 Пер예요。